今天在我的后院 就给大家看看我种了什么植物 其实后面是一棵果树的 一棵是梨来的 一棵是苹果来的 以往我的苹果第一年 它不是很多收成 但是去年有很大的 没什么理会它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懂种东西的人 今年就想着买一些盆栽 特别买一些吃的 就想着后院修成 做些沙律吃一下 这个就是沙律菜盆 我想试一下 今个夏季试一下 在后院种出来的沙律菜 好过在外面买 大家看到其实挺新鲜的 卖给我的人 他说每一次剪 就大概三分之一 最多一半 他几天后又生过一些新的出来 继续报道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小番茄 他说这个是大番茄 番茄是需要很多的阳光 我之前的房子后院有很多太阳 这个为什么我没有种入泥里面呢 因为我后院并不算是很多太阳 所以我就想着今年试一下 就这样盘种 看看那些番茄收成是怎么样 这个是最近我刚刚买回来的 是一个盘里面 它有三种不同的甜椒 很吸引 有红橙黄 平时在超市买都挺贵的 所以买了这个市市 还有都是用盘种先的 都是要非常多阳光 我的后院其实阳光不多 刚才说的 所以我买了这些袋 其实是想着种不同的东西 那就掉下来 这些是士多啤梨 其实大家看到 已经有少少士多啤梨 生出来了 这些花 借了之后就会变成士多啤梨 这些士多啤梨 都说明是small fruit 就不会是很大的 我觉得就算不好吃 种起来 它掉下来也应该会挺漂亮的 就大概剪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剪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Brasica 剪了它就会再生出来 它们说 我大概剪了一半 这是买这棵菜给我的人 不能说不要一次剪了 剪一半 也有一大盆菜 今晚是做沙律的 先炒一下 Cherry on the vine 番茄很漂亮 这些是车尼茄 还减价 一包三银 我打算加上沙律 我们后院种的那些 有时间都没得了 那就要买回来吃 看看这些车尼茄多漂亮 今晚我们做汉堡 没有时间做汉堡扒的话 就买一些即食的 看看这个沙律 有后院种的沙律菜 车尼茄 然后呢 这些南瓜籽 黑蒜 有两盆南瓜籽 可以加些果仁 吃沙律也可以加一两粒黑蒜 我最喜欢的沙律酱 就是芝麻沙律酱 可以加些橄榄油 然后呢 就放些芝麻 上去 这个芝麻 我就加了少少 那些酱汁去炒 谢谢 今天做这个伯格 就下了这个 芝麻沙律酱油 就是用一些 旅游茄种的 车尼茄 做的 芝麻沙律酱油 大家看到 其实蠟质都很低 都会有少少糖 但是 它本身都挺自然的 就买来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材料 是 是 这一个就是我的晚餐 这一个是 这个是 韩伯格 里面再加了些菜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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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